乌克兰空袭得手 坏消息传到了莫斯科 俄军损失严重 普京没得选了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欢迎来到中成汤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俄罗斯核心基地遭遇空袭 从2月底到现在 乌克兰问题已经成为了欧洲人的一块心病 普京反手利用美国能源陷阱 狠狠地坑了欧洲人一把 这种战略思路 着实惊艳了世界 只是随着战争越拖越长 俄罗斯的防御漏洞也开始被乌克兰发现了 在日前就有一条坏消息传到了莫斯科 综合多家媒体的报道 不久前 克里米亚新费多罗夫卡的萨基机场 疑似遭到了无人机空袭轰炸 机场上空浓烟滚滚 最开始 俄罗斯国防部声称 是该机场的戴要库里的几枚航空炸弹 被意外引爆了 没有人员伤亡 但是随着外界持续关注 有消息发现 当天的爆炸持续了大约30分钟 有至少12次强度不同的剧烈爆炸声 因为西方媒体喜欢造假新闻 抹黑俄罗斯 所以西方报道 我们不可信 而俄罗斯的莫斯科号巡洋舰沉没时 俄罗斯也曾说过是意外火灾 有意掩饰被乌克兰导弹击沉的耻辱 也不足为信 所以我们就以我国央视军事的消息为准 此次爆炸造成了9人受伤 爆炸地点也确实是萨基机场的弹药储存区 但到底是被乌克兰空袭的还是意外引爆的 还不得而知 需要注意的是 该机场是俄罗斯在克罗米亚地区最大的军用机场 也是俄罗斯核心军事基地 一直是俄军航母岸基训练基地 苏联时期建造的全球最大规模的陆地航空母舰训练设施 就是在该地区 苏联解体后 基地设施被逐渐荒废 我国当年在辽宁星城修建的航母陆基训练基地 多少也是借鉴了苏联的思路 爆炸发生后 有网友通过卫星图片对比判断 俄罗斯损失相当严重 大约有5架苏30SM和6架苏24型号的战机被摧毁 机场一侧 有4架疑似战机残骸的物体 无法判断型号 但是从之前的消息来看 驻扎在该地区的是俄罗斯海军的第43独立海军攻击航空团 该部总共只有12架苏30SM 6架苏24M和6架苏24MR 这一次爆炸几乎是将该航空团直接出名了 外界普遍怀疑 此次爆炸就是乌克兰利用无人机干的 毕竟之前就有案例 乌克兰偷袭了黑海舰队司令部 向外界证明了俄罗斯的防空领域存在严重漏洞和缺陷 7月中下旬的时候 乌克兰也曾经两次威胁俄罗斯 要空袭克里米亚的俄军重要目标 普京面对乌克兰的威胁还曾强硬警告 如果乌克兰敢动克里米亚 就要直接触发末日审判 可如今乌克兰真的动了克里米亚 甚至让俄军损失惨重 普京这一回恐怕是没得选了 哪怕是不想继续扩大战争投入也不行了 尽管借着欧洲能源危机 普京狠捞了一笔 但是前线持续不断的损失 也着实对俄罗斯的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若从阴谋论的思路来说 甚至这一场爆炸袭击都可能不是乌克兰做的 而是北约集团冒充乌克兰实施的 但真相此事可能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俄罗斯已经不可避免的陷入了战争泥潭 普京该怎样抉择呢 好 各位网友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聊到这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